古今中外,小孩模仿性很高 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十从胎教 母亲在怀孕的时候,要常常保持心底的亲近 性情的柔和,真正做到非礼物事,非礼物听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母亲的奇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会影响胎儿 这个道理,外国人不懂啊 所以,小孩出生之后,他的生活环境要特别留意 所谓是少臣若天性 那么在佛家讲,每个人有过去叙事的音缘 那是音 叙事的音虽然不善 这一声当中的语言善,结果还是善的 卧音没有遇到卧云,不会去下去 如果叙事,应要不善 那现前再遇上卧云,古堡就很可怕了 在过去,社会环境没有现代这么复杂 防范比较容易,现代的社会太复杂了 就防范极端的困难 前天,他们送报纸,偶尔看了个标题 内容我们也细看,看个标题 每过一个四岁的小孩,开枪把六岁的小孩打死 他怕小孩把人打死了 他若无其事,还在院子里玩耍 他以为是什么呢? 他以为是玩的 什么原因呢? 还不是看那个严暴力的电影 电视 天天看到那个里面拿着枪开枪乱打人 他也就学会了 美国的枪支是自由买卖的 那个卖枪支店,一个普通店 买什么枪都可以买 连机关枪都买得到 而且枪支很便宜 普通的手枪一百多块钱一支 所以我看到说,甘肃很深 这种电视电影,严这些暴力,严这些色情 都把人教坏了 你要这个社会不乱,怎么可能呢? 在全世界,欧洲我没去过 不太了解 在美洲,在亚洲 大概现在就是新加坡跟中国 防范比较严格一点 有许多东西是禁止 不准播放,不准进口 你看我们看新加坡的电视 我很少看电视 新加坡的电视暴力色情很少 这个是他们政府意识到的 注意到这个问题 希望地区人民所接触的都是善良的 如果接触这些不善的诱导 社会的犯罪率必定提高 社会的安全一定受威胁 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民没有安全感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么我们学佛 不但学佛出家 出家 这是一个什么行业呢? 我们自己要清楚啊 我们干的这一行是社会教育 如何把社会大众引导到正面 这是我们的责任 佛教育所在之地 这个地方必然是安和洛利 如果我们做不到 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那你要问从哪里做起呢? 一定要从我们本身做起 那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 从端正自心做起啊 然后端正六根啊 与法相应 这个法我们不要讲得太高 好 与佛在经上讲得教诲相应 这就行了 现在大家以无量寿经修训 我们能将无量寿经的经义 透彻的理解 把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解 佛教给我们 生活 除世代人家无 那些原则 我们都能够遵守 都能够做到 这就不负我们出家一场 不辜负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我们将这个行业做好 这个行业 进程的目标 是帮助一切众生 在这一生当中 得到真正的幸福 美满的家庭 成功的事业 和谐的学会 强大的国家 和平的世界 这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啊 我们修学 我们讲经说法 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里面 有大有小 大的世界和平 国家富强 如果我们做不到 但是对于平常亲近 道场的 这些同学大众们 他们能有没有得到 幸福美满 事业上的顺利成功 这是进程目标啊 如果连这个小的目标 都没有达到 我们的修学 我们的修学 洪化就全部失败了 佛法修学 远程的目标 你们诸位都晓得 远程是做佛啊 由近而远啊 进程目标 达不到 远程是绝对没有指望啊 所以不认真的修行怎么行呢 认真修行 一定遵守佛在经典的教会 将我们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言行 依据经典标准 认真把它修正过来啊 这家修行啊 自己要给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人家见面称一声发丝 这个称呼 也不好承当啊 思 就是社会大众的表率 就是社会大众的模范 我们配不配 而这个思 跟普通的思不一样 发丝 发丝就是与发相应 这个发里头有四有理 理是真如本性 与自性相应 这是与理发相应啊 与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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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理道德 与世纪 与世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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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師這兩個字太尊貴了 趁你一生法師 你也沒做到 那這個話就不好聽了 那是什麼呢?冒冰的法師 假法師 不負責任的法師 沒有盡到自己職責的法師 那我們聽到多難過了 所以一定要懂得明時相符 別人天天叫我們一聲 自己要堅決 我這個做事的人與法相不相應 世間做事的人 他不誠法師 他與世相應就很不錯了 我們這個與世相應還要與理相應 與理相應 就是心地清淨 夜沉不染 事相上表演得很圓滿 心地空隙 一念不深 我們自己做不到 愧對世尊 愧對歷代傳法的這些祖師大德 他們代代相傳 傳到我 我變成這個樣子 我怎麼能對得起祖師大德 怎麼能對得起父母 怎麼能對得起大眾 再說 對不起自己 怎麼說對不起自己呢 自己這一身 這種殊勝的姻緣好難遇到 百千萬劫難遭遇到 百千萬劫難遭遇到這個殊勝的姻緣 你遇到了 遇到了不肯認真去做 就對不起自己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社會的動亂 觀察動亂的根源 我們深有所感 《楠言經》上所講的 末法時期 《邪思社法如恒厚煞》 你們懂得什麼叫邪思 哪是邪思 違背信理的 違背信理的 違背真信 違背離體 造作一切罪惡的 都是血死 那麼我們放眼看這個社會 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哪一個境界不曾誘惑人呢 都是幫助一些眾生 正常貪嗔痴 都是教一些眾生造食物業 正常貪嗔痴 造食我業 那不是邪思 是什麼呢 佛在經上講的沒錯 三千年前就看到三千年後的社會 那麼回過台來想想我們自己 我們穿上這個衣服 現這麼一個形象 我們是不是也在教眾生 貪嗔痴 是不是也在誘導眾生造食物業 如果我們也幹這個事情 你就不是佛子了 是什麼人呢 就是佛心弟子 佛心弟子 佛心弟子來幹什麼的 來滅佛法的 當年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佛心是魔王 魔王跟釋迦牟尼佛說 祂說你的法我要想辦法把你破壞 佛就告訴我 我這個法是正法 與體性 真相完全相應的 那你怎麼能破壞 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破壞 佛講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 而魔王就說 等到你末法的時候 我叫我的摩子摩孫都出家 披上袈裟 來滅你的佛法 釋迦牟尼佛聽了一句話不說 流眼淚了 這所謂是 譬如四字蟲 還射四字肉 說了個別 那麼我們要問 摩子摩孫也實現出家鄉 它能不能破壞佛法 沒有佛法就是如釋迦牟尼佛所說的 絕定不能破壞 它破壞的是什麽呢 破壞眾生的信心 那對佛法絲毫沒有傷害啊 眾生的信心被他誤導了 摩子能幹這個事情啊 摩子能幹這個事情啊 要是正法能夠被破壞 那就不叫正法了 那哪裡能稱得上四十真相 真永遠不變 所以他的破壞 就是把所有一切善良眾生 借出佛法 對佛法生起信心 依照佛法修行 他在這個裏面呢 作祟 讓這些大眾信心喪失 對佛懷疑 甚至於對佛義務 對佛懲恨 這個是摩可以做得到的 摩雖然幹這種事情 罪业 真的是極重極重啊 造這種罪业 都是多阿比蒂 我們將懺悔 這叫信罪 斷一切眾生的發生毀命 比啥害眾生那個罪害重 你殺只殺他生命 他隔不久 如果他佛報還沒有進的時候 他又來投胎了 所以殺害人的生命 那個罪不重啊 破壞 發生毀命 這個罪业 你看看 無量皆來 能有幾次遇到得度的機會 實在太難了 彭基金居士講 無量皆來 稀有難逢啊 你遇到佛法 遇到禁重法門 這一生可以代夜往生 永拓輪迴 這麼一個好機會 母來擾亂 把你這個機會障礙了 使你這一生遇到的機會 要空骨了 你說這個罪重不重 這個人如果在這一生得到機會 一教修行 他往生不退成佛 他成佛要度多少眾生 你把他這個機緣斷掉之後 你把他這個機緣斷掉之後 也就把那個度一切苦難眾生的緣 統統折斷了 那一個人 罪是從這裡戒的 有些人 那當然一個人 罪過哪有那麼重啊 你要曉得 他這一個人成就之後 又度無量無邊眾生 你把這裡斷掉了 後頭那個一切眾生得度的緣 統統斷掉 借罪是從這裡借 利益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罪就很重很重 佛門裡面插講 臨動千江水不動倒人心 也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世間 最極重的這個罪业 就是破壞人的道性 這個道性就是信心 怨心 行心 使他懷疑 使他憂慮 使他不敢向前 這是極大的罪故 那麼翻過來 那就是無量的功德 你幫助人建立信心 幫助人 堅固怨心 堅固怨心 幫助人修行正果 在末法時期的正果 就是往生 真正幫助他了 往生不退成佛了 的正果了 這個功德是無量無邊的 所以諸位將來有機運 要建立正法大臣 要把了教化眾生的事情 如理如法做得圓圓滿滿 你就無量高等 道場大小 過人的佛報緣分不相同 有些同學 將來佛報大的 主持一個大道場 你接引眾生多了 佛報小的 就建一個小廟 小道場 十個八個人修 也行嗎 十個八個將來都稱佛 都往生了 也是不可思議的功德 成就十個人去做佛 成就八個人做佛 好事情 一定要認真去幹 給社會做一個最好的方向 要做一個正面的方向 佛陀教育 才會被社會大眾歡迎 好時間到了